都说娱乐圈是一个高颜值的地方 还不如德云社相声演员的颜值高呢 其实现在德云社的演员普遍年轻化 就像是郭麒麟 秦潇贤等等 都深受广大网友的喜爱 但是人气最高的还得是德云社的大师兄张云雷 虽然张云雷的呼声很高 但是他自己队中的队员和观众对他的评价都不一样 在8队的队员眼里 张云雷是个威严无比铁面无私的人 谁见了都害怕 可是在粉丝的眼里 他就是个阳光羞涩的邻家大男孩 人见人爱 而在11月3号晚上 张云雷在微博上向粉丝发出了警告 而且是用自己的自拍做警告 这是怎么回事呢 这件事说起来话还真有点长 很多人都知道张云雷有强迫症 尤其是对数字很敏感 张云雷微博上关注的人 必须是整好100个 如果要关注新的朋友 就从原来的人里去掉一个在家 一直维持100这个整数不变 这是张云雷保持了很多年的习惯了 可是最近因为粉丝赠送给他会员 这个习惯被打破了 原来如果别人赠送给你会员 你关注列表里会自动多两个账号 也就是会员的官方账号 这样一来张云雷的关注人数就从100变成了102 这下子可让有强迫症的张云雷难受了 可是张云雷刚一取消关注 就有粉丝给他赠送会员了 就这样张云雷的关注人数 一直在100和102之间来回变 把张云雷给累坏了 所以为了警告自己的粉丝 让大家别再捉弄自己 张云雷在11月3号晚上发了一条微博 在这条微博的评论区 张云雷喊话自己的粉丝 说玩够了没有 再玩这个月没自拍了 张云雷用自己的自拍来警告粉丝 确实是有点狠 估计粉丝们也不会再敢这么做了 看到张云雷的这句话 粉丝们大呼救命 本来张云雷就很少出现在小剧场 如果再不发自拍 可能粉丝都受不了 不过你想到 没有张云雷的自拍可以看 粉丝们还是很听话 都说绝对不会再这么做了 如此这般的互动 也看出了大家对张云雷的喜爱和支持 不少网友表示 希望疫情早点过去 一切恢复正常 这样子被迫推迟两次的 张云雷个人首场演唱会 就能与大家见面了 都说爱事相互的 这话一点都不假 刘云社演员的教养 大家都有目共睹 对于粉丝更多的是台上互怼 台下宠爱 张云雷业务能力这么高 人品又这么好 对待自己的粉丝 就像恋人一般 难怪会有这么多人喜欢他了